当地时间的19号 由比利时旅游部门主办的首份 面向中国游客的旅游时尚中文刊物 德尚杂志在布鲁塞尔面试 据介绍该杂志的版面 以标准简化体中文与彩色图片为主 全面介绍布鲁塞尔的旅游景点 特色产品 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购物指南 这份杂志一年分为春夏和秋冬两期 均为免费赠送 中国的游客可以在布鲁塞尔 大约30家宾馆和布鲁塞尔旅游接待中心里领取 也可以在比利时驻华大使馆 或者是领事馆申请签证时 向工作人员索取 近两年来 中国公民到比利时观光的人数 已每年超过20%的速度递增 这个增幅在访问比利时的各国游客中 位居第二 为此比利时相关部门 也不断地增加汉语服务的范围和方式 以吸引中国游客